大家好 我们来录一个 将 这个轴侧图 改变成 这种Po式图的效果 就是给它Po开 轴侧图Po开跟三维的Po开可能 操作 操作上面就会很大的区别 我们完全 就相当于手绘的自己来做了 然后把这个方 做一个 复制一个方便上 然后呢我们来Po开试试看 Po开呢 我们应该怎么Po呢 假设我就是从这个中心 从这个中间部分 从这里这样给它Po开 假设就这样Po 那我们 Po的时候就首先呢找出他们这个焦点 像这样找出焦点 像这样找出焦点 把这里一块块的给它给 修掉 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一样的 要给它找出焦点 首先找出这个平面在哪里 找出平面 然后呢 就是找 我们给它汇制出一个Po切面出来 这样汇制一个Po切面 可以换一个颜色 换个颜色 换个颜色看一下 那以这个做一个做成一个Po切面 像这样 像这样 然后再依次的做一个修剪 然后再依次的做一个修剪 这只是以一个平面 来Po相对还比较简单 如果是 如果是 有转折的面呢 就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我们就 一次的来做一个修剪 修剪 不要以这个周围边界 把这一段线剪掉 把这一段线剪掉 那这边呢 是要Po掉的 你就可以直接给它删除掉了 就不需要了 这边的是实体面 这边呢要注意了 这块要注意 要注意个什么呢 这条线也给它删掉 这也是实体面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 圆弧复制下来 作为它这个内部的这个面 所以剖开之后能看到这个内部的面 是吧 由于被这一条线的挡住了 把我们这一段线的删除掉 修剪掉 那得到了这样的效果 这个都不要删掉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条衔接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平面 这里有个平面 可能还不止切到这里 我们可以先 可以先留在那里 然后这里呢 这里要让它长一点 过来 啊 我们这个 面呢 要接下来 啊 这里要接到哪 这个地方呢 要接到哪呢 我们要划下来 啊 要划下来 那这里要根据它这个地方 一起划下来 啊 然后 它这个相接面呢 在这里 这样相接的 把颜色呢 同样我也换一下啊 像这样 它的铺面在这里 那么我们修剪 那 把这一段呢 修剪掉 这一段呢 也修剪掉 这一段也修剪掉 这个修剪 修 修剪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了 啊 这里 修剪 这样啊 那这样呢 我们 大致的也修剪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 把这个 把这个 该删的呢 给它删掉去 啊 这样 然后呢 再把这一块 啊 这里给它补上啊 补上 把 这几个模型 那这几个 线 复制一下 复制到下面这里来 啊 然后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刚好删掉就刚好了 哈 然后现在再来做一番修剪 把这些线呢 修一下 让它成为我们这个 铺面的边界 修剪 这样修剪 这个 也要修剪掉 这个也修剪掉 修剪 通通都修剪掉 这些地方 啊 注意这里要修剪掉啊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是吧 这里要修剪掉 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里也是一样的 修剪 那这里是一块面对吧 中间要修剪掉 然后 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嗯 这里是对的 啊 这里呢 给它剪掉 然后 这些图形呢 不要了 删掉 啊 然后把这个线条 我都换一个颜色 统一 掉到我们的 轮廓线层里 啊 这边还有一条线要修剪 这条线要修剪 呢 这个就是剖开之后的效果 啊 如果 没有那种 感觉 就要多去训练 啊 都是靠练出来的 然后我 我可以使用 填充 给它填充一个剖面 看一下 输入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填充 填充这一块 那填充这一块和这一块 还这一块 呃 它这个 可能 啊 点一下 没有显示就点一下 啊 啊 就这几块内容 然后 把这个 改的小一点 比例改的小一点 啊 角度呢 也可以做一个调节 当然是0度对不对 那比如说 调一个 150度 换一个角度啊 那 这就是 扣面效果 然后我们这个扣面呢 跟它这里呢是一一对应的 可以看到呢 这一块面 是吧 对应这一块面 这一块面 对应了这一块面 是吧 下面这块对应这块 一模一样的 啊 没有多一条线也没有少条线 这样是刚刚好 啊 而且呢可以使用标注标的好的 好 那第一个案例呢 我给大家讲过标注 这个案例呢 我就不跟大家讲标注了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一下 像这种圆弧的 如果要跟它标注 我们这里面呢 是标不出来的 啊 可能要标线性直径 或者是直接使用 引线标注 给它标一个 R多少 或者是 呃 file多少 啊 只能那样标 圆弧 在我们这里面是 不能够直接标它的半径多少 好了 呃 po切的 轴侧图就讲到这里